英语的实际水平第二 我帮你过各种各样的考试 不管哪种语言 它底下三种基础能力是要学 因为这三种基础能力是词汇 发音和语法 这三种基础能力 它的学习量不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词汇 它可以用来辨别或者判别 你考试的程度 你现在所有英语的失败 全部是词汇不好 知道啥叫俄罗斯那套啊 一个套一个 这东西数字标的是你最高词汇量 而且这些单词里边 你去看看哪个大纲 考研大纲里边 有没有什么 Apple Dog Cat 有没有这些傻乎乎的单词 没有 它是复杂单词词汇量好吗 我把你所有这些东西 270个词根 130个词前缀 150次后缀 我放到88个词组里边 我这课就这么牛 我1万个单词 我挨个奖 词根这一切 马上就出来 Khan表示共同 SEI就是知道的词根 就是大家当年的Science 科学知识 科学家Scientist那个SCI ENCE就是名词 所以这个Cautious的根译叫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它等于一个字叫 所有人的共识 你先掌握根译 它会在不同的语境当中 反映出来是良知道德 还是愧疚内疚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